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节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498节 里程前只看了一节,就把奏折摧进怀里,跑着去追已经走远的云野 圣人的职责就是现在官府的职责,教化万民原本就是应有之意 大唐的国土广阔,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如同长安一样附属繁华 一旦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恐大唐天下将有轻负之忧 因此,微臣斗胆上奏,请求朝廷将至少一半的新城之地化归于土著 其余一半再用来发卖,如此一来将会平息百姓之怨言 房玄灵的声音在万民宫响起,云野的奏折被公诸于众 整个万民宫肃静一片,李二面带微笑,似乎受损失的不是他 这样的笑容已经表明他对这封奏折的内容非常的满意 云野既然开始真的办事了,自然不能量了他的心 上的第一封言之有误,有担当的折子,自然需要大肆的宣扬 对于云野的这个变化,李二从心里感到欣慰 虽然这封折子是要自己不要过度的搜刮百姓会减少朝廷的收入 他依然旗帜鲜明的表现出权力支持的态势 这个时候没人出来搅局吧 朝堂上出奇的沉默,房玄灵念完奏折之后就退回座位 一言不发 朝廷的收入和支出都是早就制定好的 新城会在今年有收入,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事 可是如今云野一旨奏章就让朝廷三十万银币的收入化为泡影 最愤怒的其实是户部尚书长孙无忌 可是皇帝很明显的在支持云野 奏章他看过,上面应该还有一个名字,却被朱笔涂掉了 不用说,那个名字一定是太子的 搞什么呀 建新城那就是为了牟利 在他看来,天下的重心应当是士大夫 而不是那些愚民 一座宏伟美丽的城市住满了这些人 这,这是成何体统啊 在新画坊住了几年 他已经习惯了那些干净美丽的环境 春日里梨花盛开,雪白一片 住在那里的人都习惯的换上干净的白衣和环境相衬 饮一杯梨花酒 听着剧院里鸟挪的歌声如在云端 夏日里一到清晨就能听到滴答的马蹄声 还有木制车轮演过石板的声音 再加上稀稀利利利的洒水声 燥热的长安似乎都不那么热了 下朝后选一躺椅 离树下小事片刻 看瓷瓶上的水珠从瓶身上滑落 不必去想 就知道冰镇的葡萄酿是如何的清凉 最喜欢的就是秋日 梨子成熟世界 脖子上架着孙儿辈 看他们摘梨子的憨态 就足以让自己老怀大胃 更不要说老七举着竹竿子 在上面设置一个沙兜 将梨树最顶端 日照最充足 最甘甜的梨子摘下来 洗干净之后 放进阔口的瓶子里 浇上酒 用黄泥封好 到了冬壳时节 喝一点 润心又润肺 寒风吹来的时候 新画坊的梨树叶子就会泛红 或者是泛黄 这时候扫街人就会不停的去清扫那些落叶 让他们随意的从树上飘落 置之不理 每到这个时候 很多带着高官的雅士 会在落叶里郁郁独行 感叹北京的肃杀 怀念远方的亲人和朋友 新城原本也该是这个样子的 却被一群流氓给毁了 那座城市将变得和大唐其他城市别无二制 污水横流 文宁飞舞 挑担泛江之流 无孔不入 想到这里 长孙无几才发现自己有些失态 新画坊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太深 就想着城市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不由得哑然失笑 这几年过得太安逸了 竟然少了很多斗志 强自把心绪转移到三十万银币上来 这或许是国朝最大的单笔收入 如今化为了泡影 这让他极为心痛了 原本今年的财政是健康的 还有大量的盈余 如今一出一进 损失了六十万银币 让他怎能安心 打着圣人的招牌果然管用 王规听云叶的奏章 听得摇头晃脑 魏征也听得如饮穷将 骁宇对云叶的文章里 把圣人和统治者天衣无缝的连接在一起 加以赞颂 更是非常的满意 云叶又开始使坏了 长孙队下朝之后正在喝茶的李二这样说 李二惊叉的抬起头 不解的问皇后 关印币看出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对于云叶这奏章啊 他看了不下三遍 字字忠贞 句句切中要害 而且太子就在越州 从太子的私信上就能看得出来 自己的儿子充满了对长安富户的愤怒 就算云叶钻进了前眼里 以他和太子的关系来说 无论如何也不会害太子 这一点呢 李二非常的肯定 不知道 长孙回答的干净利落 李二这台放下茶壶 拿着白涓擦拭自己的茶壶 这只茶壶已经被自己用的表面像古铜一样的漂亮 这件茶壶啊 他将来打算陪葬 没打算留给谁 可是切身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强烈 一个纨固子弟 忽然变成了忧国忧民的圣人 这个转折太突然了 拿着好文章做幌子 让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道奏折上 自己好暗度陈仓 您忘了 这家伙装牛像牛 装马像马 挨上长耳朵 就是驴子 现在装的是一个圣人一样的忠臣 切身可知道 他一直都把一个没有作为的奸臣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这样一来 他的行为就非常的可疑 三十万银币白白没有了 他会心疼死 就不知道这一次 他打算坑谁 三十万银币的窟窿 不好堵啊 李二放下手里的茶壶 习惯性的敲着桌子说 皇后说得有理啊 行家有行家的尊严 财火一道是云业最强的意见 他也自诩为在世财神 赔钱可不是财神的做派啊 我们看好戏就好 他不会做得很过分的 再说 洞庭湖上风云聚会 光是那些人就够他操心的了 这时候还是不要打扰他 不过他居然还有赚钱的心思 就说明洞庭湖之事 可稳操胜券 自己的谋士成了那些人的管家 呵呵 有趣啊 有趣 来越州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大部分都是长安洛阳 晋阳 扬州这些大城市的富商 云业的一道奏折 上达天厅之后 这些人就坐不住了 越州自古以来 就是水路交汇之所 如果家里能在越州 有一家店铺 就算是不赚钱 只是作为中转站 也是很好的选择 更何况 新兴贵族如今已经到了 开支散业的阶段 在新城安家 不会引起其他势力的反弹 也不会被老牌势力轻压 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只论能力 不论家事 越州现任次使是一位国侯 这样的人 对任何势力都有免疫力 他如果想把新城弄好 就绝对会力排干扰 很明显 云业是一位非常强势的侯爷 事情做崩了 才是最丢脸的事 是与好处 他需要吗 新城的一半土地 需要给流民 还需要给军队一大块 官府会占用一大块 还会保留一大块作为调剂 这样下来 能发卖的土地就非常的有限 如果下手晚了 恐怕会后悔不至 看着从水门上 进进出出的各种船只 李成贤郁闷的指着这些 一桌光鲜的人说 这些人就是你要宰的肥猪 云业没好气的说 那是自然 穷鬼们的好处 你看得死死的 不让动 害得我没办法下手 那就只好宰肥猪了 我总要侵占一部分人的利益 才能把窟窿填上 你以为我财神的名头 是浪得虚名不长 都是大唐子民 你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过了 如果你肯给我三十万银币 就当我刚才的话 白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 把事情的影响弄到最小 谁知道被人告密 计划破产 只好明刀明枪的大战 听说在新长安一带 杀的天翻地覆 血流飘楚 听说 告密的人姓崔 和你家的崔管事 有没有关系 西域也好不到哪里去 原来还能在朝五九姓 找点补偿 现在朝五九姓 被侯军吉杀的千里无人烟 想赚钱只能去波斯 谁想到 波斯现在还被喊着 真主的一群人杀得节节败退 侯氏已经跟我抱怨过好几回了 说家里已经有一年多 没有正经生意了 叶子 你也知道 东宫是个穷地方 开销大 收入少 苏氏侯氏都要烦死我了 你在新城 弄块好点的地给我 我拿去堵他们的嘴 云叶重新看了太子殿下一眼 奇怪的说 哎 我记得半个月前 你还在为父户们侵吞了百姓的产业 痛苦的日夜不安 现在就改主意了 此一时 彼一时也 看着老百姓发穷 谁都会不安 但是这些人嘛 少点钱财 又不会饿死 倒是东宫 现在连三万银币都拿不出来 这才是燃眉之急呀 李家的人全身都是道理 云叶自然不会让大唐太子殿下被老婆逼的去住大街呀 自己人的利益总是要保证的 成家 牛家 秦家 李静家 李济家 长孙家 这几家 已经拍了最可靠的人手 把银币送了过来 就在岭南水师的大船上 里程前 再拍给一叠厚厚的汇票 就万事不问了 其余几家也是如此 就等着新城建好之后 来接收产业 到了八月桂花香的时候 岭南水师终于全员到齐 新城也已经平整好了土地 就要开始正式的建造 不断的有流民 从深山大泽里走出来 汇聚到越州 关廷龙顶着满头的白发四处奔忙 韩城和钱生带着淡沥 也开始平整越州城外的土地 将一些小的水塘 截断水源 用建筑垃圾填塞 而后平整 整个两湖平原上 一大块布毛之地 正在向外延伸 侯爷 现在在侧的流民 已经达到两万户 已经超越了整个越州的原住人口 这如何是好啊 一旦分配不均 灾祸就在眼前呢 关廷龙看起来 比以前更加的苍老 原本红润的脸床上布满了皱纹 两个大大的眼袋 掉在眼睛下面 好像他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 催酒倒是显得很健康 到底是年轻人 繁重的工作 反而激发了他全部的活力 很不错的年轻人 谁说大户人家 尽出棒锤 催酒这样的 简直就是人中龙凤 关廷龙判事有误 以致攻其千言 卓令 暂停别嫁之职 去岭南水师 营地休整 读书悔过 别嫁一职 由催眼代替 不得有误 约好 多谢你的好意 老夫撑得住 现在刘民 已经在工地周边住满了 不给他们找营生 迟早会酿成大祸 关先生 这次建成 安置刘民 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现在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麻烦的事情 还在后面 你现在眼看着就要垮了 如何能坚持到最后啊 开发两湖 是你首先倡议的 如果现在就熬坏了身体 倒在前进的路上 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那该是多么遗憾呢 洞庭湖 本来就是一个 食物非常丰富的地方 哪里会有闲人 制造为宴 开墾田土 烧山种地 都有数不尽的工作要做 书院的政科 已经制定了流民的工作流程 不用担心 他们马上啊 就会来到越州实习 会有人手帮你做好一切的 等到新城建立的时候 周边的农业也要开始兴盛 这是必然的事情 岭南拿来的三级道 虽然在这里啊 没有可能中三级 但是两级还是没有问题的 道种已经运来了 交百姓欲秧的私农寺官员 正在顺流而下 现在种一计晚道 还是来得及的 对这个老人 云业的感觉很复杂 说不上喜欢 也说不上讨厌 但是一个随时愿意 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理想的人 必须对他保有最起码的尊敬 见云业对危机已经有了应对之法 关廷龙鞠躬失礼之后就退了下去 随着军队去湖上的舰队 在那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一点时间 崔岩 你清楚你的职责所在吗 云业见关廷龙走了出去 就问崔九 学生清楚了 带着新来的流民 开墾荒地 搜集食物 搭建住房 同时还要实验三季道 在两湖的生长情况 知道了 就去做吧 这些天 小心自己的安全 出门必须有护卫随行 越州并不安全 云业满含深意的 对崔九说 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相对口的事情 这是一种做事的态度 云业绝对不会去管三季道 怎样种植 房子怎样搭建 农田该如何规划 百姓的生活到底该怎样安置 这是地方官的职责 他们总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即使云业能够做的比他们好十倍 云业也绝对不会去做的 因为这样得不偿失 当初自己胡乱出主意 盖万门店 就被公书甲嘲笑的好些天缓不过来 既然如此 何必多费力气 和那些大城市来的富户们 饮酒作乐 才是自己的工作 富人间的交往总是那样的贴心 一见面 一盒子小礼物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在穷山僻壤 但是大船上宴会依然是豪舍无比 应有尽有 环佩叮当 面目娇好的丫鬟 阴红的葡萄酿 稀稀利利的被倒进玻璃杯 放上两枚晶莹的冰鱼 喝起来沁人心脾 难得这些人居然能找来冰 云业独坐一桌 桌上的美食水路分成 天南地北的佳肴齐聚 云也估计为了这个聚会 主人算是费尽了心思 聚州缓缓行驶在湖面上 彩灯高悬 思竹之音 鸟鸟的游荡 有人举酒高歌 有人低吟浅唱 饮胜 主人家好客的劝酒声不绝于耳 酒憨耳热之际 家中的歌迹款款漫步 扭动腰支 一遍又一遍把长长的彩袖 抛给众议的郎君 眉眼间全是忧怨之色 刺使侯业不解风情 游在于主人家畅谈北方的雄魂景致 作席间有豪放者脱帽解义 手持巨笔 要在杖二的白宣上 记取今日之盛况 也有字条琵琶音 不安曲谱 要品出自己的雅调 最有趣者要属酒量浅薄者 追着歌迹想要拿人家的绣鞋 作为自己饮酒的器具 主人家云板一响 顿时万籁俱进 一方新城地理模型就被搬了上来 这才是今日的主菜 做记者手笔抛于湖面 调取者琵琶横沫 本来已经勤住歌迹正在上下骑手的风流人物 放开烂泥一样的美家人 眼中金光闪闪 哪里还有半分醉意 刺使侯爷酣醉 笑拍着模型 直说做的不好 比例不对 新城哪里会是如此狭小 众人齐声斗趣 悄无声息间就把自家要购买的土地夸大了许多 刺使侯爷一一应允 答应之时 狂态毕露 割裂新城土地 如同割裂牛羊 随行的丛利面如土色 屡次劝解侯爷 今日醉意 明日在意此事 却被当庭斥责 指得恨恨离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观看